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工商时报国际组 已经帮我们统计过了 美股最近五次升息循环的时候 股市表现怎么样 94年到95年 道琼涨了16% S&P500涨13% NASDAQ涨18% 97年到98年 17% 32% 涨四成 天哪 唯一的一次下跌的 99年到2001年 道琼小跌1.6% S&P500跌5% NASDAQ跌13% 这个算是最惨烈的一次 可是也是唯一的一次 2004年到2007年这一次 道琼涨了两成七 S&P500涨三成 NASDAQ也涨了 接近两成七 最可怕就这一次 从2008年金融海啸过后 一路到2019年 就是在疫情爆发的前一年度 道琼涨了200% 214% S&P500 243% NASDAQ442% 你能想象吗 好不好 指数是用倍数成长了 四倍的成长 好不好 所以各位 再一次做一个声明 升息循环 从来都不是市场走空的原因 好 那重点来了 这个表格代表的是 所谓中长线的走势 可是我们现在判断的是 5月5号升息过后 台湖怎么走 对吧 我们昨天分享过 在升息的前夕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在这个月 与3月16号升息前夕 相似的巧合 来各位 例如第一点 政策实施之前 同样的出现行情的震荡 这边有一个行情的震荡 这边也有一波 行情的震荡 在这个地方 第二点 升息的前一周 升息的前一周 同样出现这种 很罕见的 导撞反转的形态 导撞反转 就技术的层面上来讲 你去摊开台股 数十年的历史 导撞反转 真的算是罕见中的罕见 可是3月发生一次 隔每两个月 又发生一次 罕见的导撞反转形态 又出现了 更可怕的是 导撞反转 这一根成立 这一针成立导撞反转 导撞反转的隔天 同样的亮缩 同样的亮缩回答 各位 这么多相似的地方 你认为 这是纯粹的巧合吗 人生会有这么多巧合吗 你以为是迪士尼电影 迪士尼电影很多巧合 米奇跟米尼约会 结果出去 什么踩到香蕉皮 跌倒跌到哪里 跌到地下道 然后啪啪啪啪 最后还是回到米尼家门口 这是迪士尼电影 会发生的情况 这样才会好看 问题是 人生没有这么多巧合 在同样 升息的时空背景之下 有太多共同的特征出现 这不会是巧合 在这种前提之下 就会有很高的可能性 出现类似的结果 什么叫类似的结果 升息过后 涨这一段 将近要1000点的行情 就是它的结果 那么我们已经 震荡相同 导撞反转相同 亮缩相同 前面的特征都类似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合理预期 它也有可能出现 类似的结局 上次结局 900多点1000点 这一次呢 我们讲 也许 不要涨得比它多 就算900点好了 去尾数就涨900点 900点不够你赚吗 胎股涨900点不够你赚吗 而且各位不要忘记 现在市场预估是升息两码 5月升息两码 有没有可能三码 可能性微乎其微 因为接下来的6月 7月 9月 还有三次非常密集的利率决议 那现阶段行情 美股的行情已经够不好了 所以说你针对这几次 市场都已经预估 6月7月9月都会升息 所以5月没有必要 一口气挑升三码 没有这个必要 但就像我说的 现在市场已经预估 5月会升息两码 接着6月7月9月 都会各自在升息两码 所以总计8码 共计会升息8码 所以如果他在5月5号 会后声明透露出 不见得6 7 9月都会升息两码 又或者说 今年不至于 还会再升息到8码 这样子的讯息 各位那不得了 那不得了 假设说 波尔在会后声明 透露出这样子的information 那不得了 这个叫天大的利多 到时候指数会呈现 暴富式的上涨 暴富 那就不仅仅是900点 1000点的行情 可是无论如何 在升息之前 请你做好准备 买好股票 做好准备买好股票 是你现阶段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 我说过 预测行情 你一定要做到两件事 两件事情非常重要 第一个 第一点 不要用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 来看待行情 你会有很多主观的意识 你觉得说升息就是怎样 疫情来了就是怎样 打仗了就是怎样 不要 不要用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来看盘 第二点 聆听市场的声音 好不好 聆听市场的声音 市场会告诉你很多资讯 去提供你判断 今天我们来看几档股票 我觉得很有意思 各位 第一档 我们先来看 台湾大哥大 我个人最喜欢的电信 台湾大哥大连续两天 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档 虽然你觉得说 跌幅没有很重 一%多 可是各位 以电信三雄来说 以电信股来说 跌一%两% 这个都就算跌多了 好不好 那我们再看 看完台湾大哥大 不得不看远传 远传今天也跌了将近两% 你可以发现 在远传的走势当中 很难得会出现这种 比较偏大根一点的长黑 可是也连续两天 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档 龙头的中华电更是明显 而且它不只跌两天 它将近是跌了四天 而且就像我说的 这种很大型的股票 你很难得去见到有这种 长黑黑的走势 很难得 今天中华电信一度跌了三%多 三%多对中华电信来讲 叫大跌 你会发现说 怎么电信三雄最近表现这么差 这不是叫做防御型股票吗 对 电信三雄就是防御型股票 是防御型股票 同时我们知道 这种类股 是行情震荡时候最好的避风港 所以当防御型股票出现几跌 这是一种不寻常的现象 你认为现在行情还在震荡 可是震荡的行情之下 明明应该资金要流向防御类型的股票 可是问题是 怎么现在防御型股票也在出现几跌 这难道你不觉得不寻常吗 这个就是市场告诉你的事情 它告诉你什么 市场正在告诉你 那些曾经因为行情震荡 而以往防御股的资金 现在正在将资金移出 准备要转向其他股票了 或者我直接给你更直接一点的结论 行情准备要来了 好不好 结论给你了 这些资金正在由这种防御概念股移出 行情准备要启动了 这个就是现在市场在告诉你的事情 所以各位股票买起来 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看股票 剑术高手 剑酒黄 引身为马夫老黄 盘土风趣 行为滑稽 老黄你去干嘛 我开热闹啊 黄就喜欢开热闹 徐凤年亦浮亦有的两倍 老黄 什么事啊 有一场价 我得去打吧 剑一 龙河 老黄 你这么高 我武功 大概有这么高 五月十一日晚间九点 五周生命维他命EC口含定 雪中焊刀行 好热 天哪 宝贝们铁定全热化了 LG冷气用手机就可以了 LG冷气 全系列标配双回转Wi-Fi 双回转压缩机 高效速冷 好热 全系列双回转Wi-Fi 业界唯一 啊 冷气忘了关 冷到闪到都看得到 LG冷气用手机就可以了 LG变频空调 一对多机型 好评上市 摩尔坚持 用心选股 从全球经济脉动 到总体经济 集大盘 摩尔坚持 技术面 基本面 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从研究川普 到风尘呼呼 举个基本面 到深夜食泡面 摩尔坚持 冲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英文侠儿 欢迎来电 0800668085 0800 来来 帮你帮我 他们觉得我是老口口 嗯堂 他们觉得我会晕晕的 没有 这里痒痒 那边通通 都交给你的好朋友 万应白花油 轻轻一抹微笑 万应白花油 下班 下班 没想办法 薪水还没乱扣 好想打官司 但没有打卡证明 劳动事件法实施之后 老板就得提供 出勤的资料 如果老板不提供 还可能被法院罚款哦 劳动事件法 保障劳资助权益 化解争议更快更容易 喉咙痛痒 喉咙发炎及咳嗽等症状 可服用舒立效 能有效缓解喉痛 杀醉细菌 缓解喉痛 我推荐舒立效 喉咙痛痒 喉咙发炎及咳嗽等症状 可服用舒立效 能有效缓解喉痛 杀醉细菌 缓解喉痛 我推荐舒立效 手怎么了 没有开始动了 又开始了 你们不觉得 现在龙城王的脾气 和以前不一样了吗 确实暴烈的 救护 武咒声音维他命EC 恐肝病 锦绣南哥 来 吉档鼓要先看一下 我们的老朋友台阳 来 各位 台阳今天是小小的创下 波段的新高 自从在4月27号落底之后 慢慢的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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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高点已经来到58.2元 可是你可以留意一件事情 我说过 大盘最重要 跟个股做比较 跟个股做比较 台股 其实在4月27号 落底的时间是4月27号 但是台股的4月27号 它是跌破前波低点的 可是你看回到台阳的部分 它有跌破前波低点吗 它有跌破今年的低点吗 其实是没有的 所以相对大盘来说 还是表现比较强势一些 再加上 它有低轨卫星的题材 以及我所说的 今年营收有可能三倍成长 那现阶段又处在一个 相当低的位阶 后续成长不可限量 同样我们的老朋友 3092的红硕 你可以看到 同样的 在这一波的4月27号 落下了一个 算波段的低点之后 连续1234 连续4天 都有小小的 往上创高的一个动作 而且呢 我们把格局拉长 除了它具备刚刚的特色 今年低点没有跌破之外 它也始终都维持在 季线之上 维持季线之上 这个形态 其实坦白讲 别大盘强太多了 现在能够维持这种 季线上的多方格局的股票 其实真的不算多 真的不算多 可见 认证通过这个题材 对它来讲 在今年度是有一个 很实质的效益存在的 那还有一档 至今还没有 揭晓的盖牌股 XXX7 你可以留意到 首先低点我们来看 它有没有跌破前波低点 没有 今年的低点它是守住的 虽然这边有一度 长黑回撤 可是呢 它是没有跌破的 这个低点的 然后再加上近期 1234567 连续7根红K 连续7天的走高 表现可圈可点 重点是 它除了没有跌破 今年的低点之外 刚刚说过 台股是在4月25号落底的 可是它提前在 4月25号这一天 4月25号就领先落底了 比台股提前了两天 比台股提前两天 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现象 同时它也是一种 强势股的特征 我们一直在讲 春江水暖压先知 春江水暖压先知 今天为什么春江水暖压 压会先知到 因为它的脚泡在水里面 台股都还没有稳盘 台股直到27号都还在破底 可是它在台股还没有破底 4月25号那一天 就有人敢进场承接了 4月26号收红K 4月27号台股破底了 它照样收红K 后面是一路往上扶摇直上 表示说有人进场做承接 有人在这个位置 就进场做承接 而且慢慢的电高电高 既然在台股最震荡的过程当中 有人进场做承接 那么往往表示 后续的行情不容小觑 好不好 那我也说过了 这档股票虽然我们至今没有揭晓 可是它去年度是大赚的 那今年度呢 它的获利有可能是去年的 1.5倍至2倍 我讲的是EPS 如果它去年的EPS已经是大赚 今年又能够在1.5倍2倍成长 你认为这档股票会差到哪里去吗 好继续往下看了 还有一档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你非常熟悉的 东哥游艇等等人 好不好 今天直接亮灯涨停板 直接不开玩笑 就是亮灯涨停板 好 那我们先看形态 它跟红硕呢 有异曲同工之妙 虽然这边 你会看到它一直打到季线 打到月线 打到季线打到月线 短时间内都有这种跌破的状况 可是拉长来看 它的季线始终没有真正跌破过 台股在频频破底的当下 它的季线始终没有正式跌破过 那其实我们在三月以来 我们不是都教大家吗 黄金买点嘛 黄金买点就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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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那始终我们就是沿着这条线来做一个操作 台股频频破底 它根本理都不想理你 四月初的这个前波低点 守得好好的 连四月初的前波低点都没有破 所以当然它今天有这个条件嘛 是率先表态 直接亮灯掌停板 而且我也说过了 东哥游艇的在手订单 已经看到2024年 不是今年不是明年 是后年哦 已经排到后年去了哦 等同于它在告诉你 今年它很赚 2023年明年它也很赚 明年是赚到订单都插不进来了 而且订单满手代表一件事 如果你想插队 如果你想提前交货 加钱吧 就像去年前年那种涨价题材一样 你想提前交货 你想提前拿到你的游艇 你就加钱吧 我举个例子 今天假设你去买一台Toyota 本来他跟你讲明年交车 现在你只要加10万块 让你今年交车你要不要 我知道你一定说不要 你一定说不要 可是我必须告诉你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有钱人就是任性 有钱人跟你想的真的不一样 我讲一个真实发生在我身边的小故事 我有个朋友 他去年的年初 大概就二三月 也是农历年前后 他订了一台超跑 到今年还没有拿到哦 今年还没有拿到哦 那同样今年年初的时候 因为他想说一年了嘛 他就去问他的业务 什么时候他的车会到岗 然后业务就说 可能要等到今年的年底 或者明年的年初 他想说天哪 还得再等一年 怕死人嘛 他这么没有耐性的 他想马上就开了飙出去了 可是呢 业务就说了 他们公司有另外一台车 已经率先到岗了 这一台车可以先给他 不过要加两百万 两百万 两百万 可能他里面有加什么 选配有的没的之类的 反正就是贵两百万就对了 我要求两百万 你可以买两台国产车 对不对 顶级的可以买两台 两百万你也可以买冰士 你也可以买BMW 可是呢 加这两百万 我的朋友恶化不说 OK 两百万就加了嘛 因为对他来讲 一千多万的车 加两百万 他觉得还好 他觉得还好 对一般人来说 两百万很over 可是对他来讲 就还好 因为有钱就可以任性 这就是有钱人的想法 没有办法 这就是有钱人的想法 更何况 东哥游艇的客户 都是这种金字塔顶端的 会去买一艘 一千万美元起跳的游艇 一艘两亿三亿起跳的游艇 肯定金字塔顶端 这些人 你不要讲他有钱多任性 他根本不把钱当钱看 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 假设这些人都说 疫情好严重 我想要出海 我想要去钓钓鱼 我想要去游泳 我想要从美国开船到巴拿马 这是他们的消遣 如果在这种前提之下 大家都紧迫着 要他们去交船 那就加钱 东哥的毛利 是不是就有提升的空间 所以他今年明年 都有扩产的计划 这就是他在这几年 最大的利多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生技族群好了 今天我们之前操作过的 保龄附警 大跌将近9个百分点 亚诺法直接亮灯跌停 这两个是我们之前 也同步跟你们公开分享过的股票 今天双双大跌 那么散户们有一个很可怜 可是却又很可悲的地方 当标股在往上做标涨的时候 第一时间他们是不敢追的 第二根看到了 第三根不敢追 第四根不敢追 第五根不敢追 第六根引恨 垂心肝 可是等到标股创高之后拉回 他觉得便宜了 一百块不敢买 拉回到七十块 我决定要买了 要进去捡便宜 可是这种情况之下 常常一买就套 而且很容易套很深 运气好会有个逃命波 拉高让你解套 运气不好 变成船家之宝 股票变成船家之宝 爸爸留给儿子 当遗产的 也有好不好 变船家之宝了 可是当你拥有股天乐之后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以上我所说的状况 就不会再发生 首先来看 保林傅景跟亚诺法 在我们分享的时候 这个地方买讯买进去 到这里 没有赚很多 赚四成 亚诺法买讯在这个地方 买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时间 大概是三月多的时候 到这个地方 这个都有公开跟各位做分享 获利出场 没有出在最高点 没有错 可是它的获利也高达 70.9个百分点 好那你我知道 你会看到说 这边有一个买讯 这边有一个买讯 那这一段不是会赔钱吗 你不要忘记了 我们说过 什么东西叫做三线一星 你除了看 技术面的变化之外 筹码这么重要 动能这么重要 所以当保林傅景在这边 出现技术面转多的时候 往下检视一下筹码 筹码翻空 往下检视一下动能 油多也刚刚翻空 这个时候会不会买 当然不会 同样的道理 在亚诺法也是一样 在这个地方出现 买进讯号的时候 筹码线 动能线是同步翻空的 所以这个时候 即便技术面 看似有一个转强的符号 古天的会拉住你 不要买 不对劲 好不好 所以各位 它会强迫你 它会阻止你 去进场赔钱 所以以上的状况 你都不会发生 包含我们昨天还带各位看过 2489的瑞萱 被他的这个夜外 夜外持股拖累 昨天直接亮灯跌停板 今天继续破底 创新低 可是 各位 咱们的古天乐 老早就在这个地方 4月11号就提醒你 赶快跑 赶快跑 而且呢 你注意一下 4月11号在这个位置 他根本还在月线之上 他根本还在月线之上 在这个位置 他就已经提醒你 赶快走人 再隔天 也没跌多少 他告诉你 你可以加码进场了 你可以进场放空了 双箭头 你可以进场放空了 而且筹码线 动能线 全部同步都翻黑了 这是一个强力的空训 月线之上 叫你迈谷走人 隔天直接出现 强势放空讯号 你给他大力空下去就对了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空 我们就单就讯号 我来跟你做分享 当时16.2元 到今天你看看 12.65元 你可以 放空大赚 两根停板 好不好 大赚两根跌停板 因为22%的这个跌幅空间 那你说我不喜欢放空了怎么办 至少你少赔两根停板 不是吗 没有帮到你吗 来 4171瑞基 今天回档 3.4个百分点 看似有一点做头了 那到底该不该出呢 我有股票的该不该出呢 没有关系 古天乐来扫描一下 的确 今天出现一个 出场讯号了 好不好 从我们公开分享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做进场之后 到今天出场 获利是75个百分点 75个百分点 瑞基我真的算佛心来了 我跟你分享 古天乐 今天他出现了一个出场讯号 但是我说过 我没有办法每天节目上 一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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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去点名 你干脆叫我1700档 每天一档一档 点名给你看算了 对 所以一来节目时间真的有限 我们也就20多分钟 二来 买进卖出 这个偏向是会员的权益 我也没有办法一档一档去做一个提点 最好的办法 你把古天乐 把AI带回家 让电脑辅助人脑 何时该买进 何时该卖出 AI一扫 一目了然 昨天有网友又来问我说 疫情的问题 疫情昨天2.3万人了 2万3千人确实很可怕 坦白讲真的很可怕 很严重 可是各位 这个部分就行情面来讲 还需要回答吗 你感觉不出来 现在疫情已经跟行情脱钩了吗 如果2万3千人真的这么严重 为什么今天台股开盘会涨100多点 而且各位今天是2万8千人 今天是2.8万人 可是问题是今天还是收涨 这是最直接的证据 疫情跟行情已经脱钩了 所以各位 不要再扯疫情了 不要再扯疫情了 现在是不是最佳的进场时机 在上半场我们都分析过了 升息不是问题 疫情不是问题 还剩什么 乌尔战争 OK 现在你对乌尔战争的关心程度 还有一个月前这么多吗 现在媒体还有每天很密集的 在报道乌尔战争这件事情吗 还是有 可是呢 比例降低很多了 现在除非俄罗斯发射核弹 否则战争也已经跟行情脱钩了 所以各位我给你一个结论 不要再为了自己的不进场找理由 有一句励志名言你一定听过 失败的人找借口 成功的人或者想要成功的人 往往找的都是方法 好不好 各位 相信你观察我的节目这么久 你一定会知道 你有决心 我有的就是方法 好不好 当你有决心 我多的是方法 我多的是赚钱的方法 春江水暖鸭先知 很多的行情 很多的股票 你没有办法率先掌握 那如果你不是鸭 你就养一只鸭 那么在行情的部分 我也跟你分享过 疫情不会是问题 战争除非发射核弹 现在也不会是问题 升息这个问题 即将在几个小时之后 就要迎刃而解了 你有决心吗 只要你有决心 我就有方法让你赚钱 好同样的 如果你想了解 如何把握接下来的行情 可以透过等等广告时间 我们会有专线 拨打电话给我 或者加入我的LINE atWin16888 小小鼠Win16888 这个LINE可以和我们本人 以及我们的研究团队 做一对一的线上互动 线上的咨询 那Telegram呢 Win88888 我们也会在这边 做一些发文 以及影片的分享 YouTube频道 林玉凯分析师 也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途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订阅